在那邊吃的還在五花間 為什麼這樣對我 拿別人性騷擾的情節 再來騷擾另外一個女生 所以昨天曉星報警 用根騷法來報警 我覺得剛剛好 自家議員幫忙聲援 因為還有網友惡意留言 要徐曉星檢討 為什麼沒有被性騷 甚至還嗆 連豬哥都看不上你 言語侵犯的程度 不雅於肢體性騷擾 MeToo浪潮 讓更多受害者挺身而出 只是鍾佩君事隔九個月 才把惡行揭發 昔日同序說鍾佩君 也經過多次掙扎 直到聽到政壇前輩的這段話 你身為一個民意代表 你自己都不能夠捍衛 自己的權益 你怎麼去當民意代表 捍衛別人的權益 挺身站在民眾之前 需要極大的勇氣 畢竟事發後 朱學恒還這麼做 過了幾天 他好像當中沒這回事 打電話給這個A群女說 不是要談戰處嗎 就像沒發生過性騷這回事 朱學恒甚至在 鍾佩君拼立委初選時 老師你今天晚上不看棒球 不要跟人家爭千秋不爭議師 把鍾佩君的對手 統統找來上直播 這種時候就旅行 跟鍾佩君保持距離的承諾 當初切結書的約定 似乎只是選擇性片段 保存不分記憶 TVBS新聞劉立雄偉佳琪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